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气氛 今天气氛跟昨天又不大一样 昨天王伯跟各位讲说下杀取量 可以视为正面的一个讯号 那今天台湾股票市场反弹上来了 是好还是不好 我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一定很关心 不过我认为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说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要很清楚 而不是说在礼拜五 礼拜五台湾股票市场创高的时候 是一个很好卖股票的时候 结果怎么样 结果一堆人下去买股票 然后礼拜一因为川普 大家都说因为川普嘛 王伯不认为因为川普 因为川普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言论 市场都这样解读 然后下来的时候 股票停损之后开始放空 昨天我就听到很多空方的一个言论 然后今天又涨上去 那感觉上刚好是一天大涨 一天大跌一天大涨 那大喜三温暖 感觉上就要喜三温暖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 是不是今天这一根 所谓的一个中长虹上来之后 台湾股票市场又要过着 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 我们等一下来谈 上个礼拜 我王伯跟各位讲 我跟我跟我讲说 台湾股票市场上工要量 要量 但是因为上工没有量很可能下沙取量 很可能下沙取量 那刚好在礼拜六礼拜天 就发生了这件事了 就是川普 川普威胁 将对中国2000亿商品提高关税 提高关税 那很多人就很紧张 包含昨天 昨天我看到 57台58台 还有很多的那个言论 大家都在说 说川普 还是这样乱路 全球的股市 全部都会走空啦 所以大家赶快闭行 要赶快放空啦 只有王伯不认为 王伯不认为 王伯跟各位讲说 如果我们单从台湾股票市场的量价来看 本来就是要把量逼出来 如果上工没有量下沙取量 本来就是一条可能的一个途径 那川普这个动作 川普这个动作 我昨天跟各位讲说 你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 看一下 川普早期出版的一本书叫做 《教育的艺术》 其实我都很鼓励大家阅读啦 鼓励大家阅读 不管在学校 不管在我做节目 我都希望鼓励大家阅读 因为阅读能够增长你的那个什么 增长你的一个智慧 但是要读对书 那也要看对节目啦 我说到底是他要对中国开架还是开战 昨天大部分的人都解读成开战嘛 我说他是在开架 我认为这是个选举语言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昨天其实压回来是很好的承接点 很好的承接点 那这个很好的承接点是不是错过了 也不见得 不见得等一下我们来看 那这是美国部分 那美国昨天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其实我昨天离开公司的时候 有跟公司的同事在聊啦 那公司的同事就说 哇 那个小道琼 小纳斯达克指数跌那么多 那美国股市会不会开低走低走下去 那我就跟我们公司同事讲说 我认为不会啦 不会啦 如果开低走低走下去 那当然什么 那当然全球股市那个压回的那个幅度 更恐怖嘛 我认为啦 我认为要嘛就是指数跌多少 他可能跌的幅度差不多 那只要怎么样 只要讯息稍微稍微淡化一点 就会往上搜搜上一线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美国股市是这样走 美国股市是这样走 包含像所谓的纳斯达克指数 我们来看纳斯达克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是几乎是怎么样 几乎是开最低 几乎是开最低 几乎是开最低喔 几乎是开最低 他没有收最高 但也是相对高 也就是说 昨天纳斯达克指数 从低点拉上来 是拉了153点 你如果去看那个下影线 非常非常的长 那如果你去看那个标准 standard pool的话 你看标普500的话 他几乎也是开在最低 然后开始往上拉 往上拉 然后呢 拉了大概39.1大点 投资票为什么会这样 问题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王伯跟各位讲说 礼拜五 台湾股票市场大涨 你要冷静的卖股票 你要冷静的到市场提款 但是 到礼拜一的时候 台湾股票市场大跌 我们想想 台湾股票市场大 你反而要冷静的去找布局的机会 结果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就是这样 那美国股市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川普的一个 泛化的一个方式 那个言论 那个操盘的方式 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吧 其实美国的投资人也很熟悉 王伯也很熟悉 各位 投资朋友你也很熟悉 可是 就算你熟悉 但是你还是会被市场情绪所影响 所以王伯告诉各位说 不用紧张啦 我们吃吃饭等你 不用紧张啦 那 昨天的一个美国股市大致上就反映了说 其实当你的一个行为啦 已经被人家慢慢的看穿之后 其实市场就会做最有效率的反应 这也是王伯跟各位讲说 其实昨天大跌我一点都不紧张 我一点都不紧张 我反而认为是各位的机会 市场在反映包含像什么 包含像新增 就业新增 失业率下滑 我想 这些相关的一个资料 那我都有提供给我们的成员 所以你应该也有看到 只要你是我的成员 那很多投资朋友就看说 原来美国股市 大家也开始对川普的一些行为 因为他是反复无常嘛 因为他现在可能说不好 可能隔两天说好 那隔两天说好之后 他可能为了他的选举 又会说不好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就会慢慢的 把他的一个什么 把他的一个焦点聚焦在哪里 聚焦在整个市场 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嘛 那整个市场未来的发展 包含像所谓量价 包含像所谓的筹码结构 包含像所谓产业里面 有哪些是好的不好 未来的一个趋势嘛 那所以说在跌下来的时候 一定有一些 有一些股票是抄跌 有一些股票是错杀 那这些抄跌错杀就是各位的机会 所以我昨天跟各位讲说 其实你昨天看到 那个美国股市 那个所谓的电子盘 小道琼小纳斯达克 跌成这样你会紧张 看到台湾股票市场跌了200多点 你会紧张 我反而怎么样 我反而告诉各位 你不用紧张 你不用紧张 其实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机会 甚至我在昨天的分析里面 告诉各位 所有人都认为是川普惹的祸 所以我昨天开玩笑了 王伯开玩笑说 如果涨上来 你要不要说是川普 那个放的福利 所以 我认为不是 我不认为 因为台湾股票市场现阶段的问题 就是卡在这里 卡在1万1 为什么卡在1万1 卡在1万1的理由就是说 他上公是缺量 所以就算没有川普出来讲话 所以王伯仁肯定告诉过 就算没有川普出来讲话 他一样会为了取量 他走向下杀取量的意图嘛 所以我觉得不大意外啊 下杀取量不意外 所以我昨天跟各位讲正面看待嘛 可是其实 就算我昨天讲正面看待啦 那 其实我直播完之后 或者是我的视频在网路上 很多投资朋友看完之后 其实心里还是会怕 心里还是会怕 还是会打到公司说 哇那怎么办 我很多股票是买在这个区域 很多股票买在这个区域 那如果很多股票买在这个区域 当然 不见得每一档股票 都有机会在跌完之后 弹上来嘛 所以王伯跟各位讲说 你就要做个调整 而且你要非常非常 谨慎严谨的去调整 那昨天我跟各位讲说 跌停只有两家 你要卖你都卖得掉啊 那到底谁在买 谁在买 那今天该怎么看 今天我想 我也不会跟别人一样 就像 昨天我跟各位讲 你不要紧张 你要正面看待下沙取量 这是机会 这是机会 你也许听不进去 但是你今天可能会因为 台湾股票市场的大涨 你反而又开始 又开始 那个心情又好起来 又想要冲动下去 当然 买对股票是天堂 买错股票 那可能就不见得是天堂 那台湾股票市场 一天火热 一天好像进入冷冻库 一天急涨 一天急点 其实 市场的那个情绪波动还是很大 情绪还是很大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提醒各位 我今天要特别提醒各位 为什么大家会一天天堂一天地狱 从上个礼拜五天堂 礼拜一地狱 然后今天礼拜二天堂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一天天堂一天地狱 其实就是王伯跟各位讲 一念之间 就是一念之间 那这个一念之间 就是说你的做法到底对不对 如果说你看到大涨 你去追股票 你动了你的一个什么 起心动念你去追股票 那像礼拜五也好 像今天你要买对股票 你买对股票是天堂 但是如果你买错股票 你可能在接下来的行情 如果有什么压回 做一个来回的一个震荡 那你可能什么 可能心情又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所以我其实我最近 我除了一些新的成员进来之后 我倒觉得 我倒觉得 我比较像心理医生 我比较像心理医生 除了我帮我的一个旧的团队成员 去累积我们口袋的那个实力 让钱来赚钱之外 我反而比较像心理医生 我要告诉各位说 其实你就平常心冷静的看待 你的做法只要对 你的策略只要对 我想你在台湾股票市场里面 你不只是天堂 而且你是快乐天堂 快乐天堂 礼拜一是下杀取量 今天是反弹量缩 反弹量缩 所以就算今天的大涨 你听到很多人跟你讲说 多好都多好 这个行情要开始说 要去多少 我要劝各位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为什么 因为量价能在调整的一个结构当中 这个量 这个量 这个量你说要突破 王伯所画出来的一个区间 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 你想想看之前突破上来的量 它都有这么多 可是你有没有发觉 下杀是取量 然后上公是缺量 那这个量价还在调整 那如果量价还在调整 很容易形成什么一个状况 就是王伯跟各位讲的 市场的那个情绪 它是非常非常的紧绷 因为市场的情绪非常紧绷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说 不是只有上个礼拜五的急涨 我们这个礼拜一的急跌 然后今天礼拜二的急涨 接下来还会常常发生 急涨急跌 直到什么 直到市场的情绪慢慢的冷静下来 所以你一定要提醒自己 你要提醒自己 要冷静 要冷静 不要看到涨去追股票 不要看到涨去追股票 你很容易追高嘛 不要看到跌去杀股票 甚至放空 你很容易被嘎嘛 所以不要被牵着走 我想我做节目 我一直来提醒各位 股票市场就好像战场一样 你不要被牵着走嘛 你要把整个结构看得很清楚嘛 你不要被市场牵着走 你一旦什么 一旦落入 忠实户法人的一个陷阱当中 你一旦落入人家的陷阱当中 你很容易怎么样 很容易 哇 那个 赔了夫人又折兵啦 不只没有赚到钱 口袋的钱没有满出来 然后你还怎么样 还要被修理 要冷静 别被牵着走 然后 市场的股票的轮动速度加快 轮动加快 所以王伯跟各位讲说 你来我这一边 我不仅让你买到市场最好的股票 你可以赚这档股票波段的钱 我还要透过我的一个价差操作 帮你怎么样 帮你 在这样的行情中 你还可以让你什么 你还可以让你的口袋 你的账户 那个资金 能够慢慢的累积上来 能够累积上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 我认为 我认为 你的一个什么 股票市场的一个 每一天你会过的什么 你会过得很愉悦 你不会 陷入所谓市场情绪的陷阱当中 然后呢 让自己怎么样 好像赚一点 也没有多开心 但是赔的时候 你就会怎么样 你帮我帮你帮我 感谢观看